7月10日,故宫博物院、故宫学院院长善继祥在北京发表主题演讲 他表示,随着网络时代的不断发展,故宫也将迎来自己的5G时代 此外,自从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这一纪录片走红后 故宫的文物修复诗就成了这首可热的网红职业 众多年轻人的报考也为百年故宫注入了新鲜血液 除了成立文物医院,故宫还隆重推出了各类文物展览 及沉浸式体验活动,从石曲宝级特展到明清家具展 从紫禁城里过大年再到上原之夜 单季祥说,他希望民众们在欣赏文物的同时 也能畅扬于古剑之中,穿越百年感受皇家韵味 一到三个月我看到我们的观众每天淡季,但是都是八万多人 特别是50%以上居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们在故宫里流连往返,开馆就进来,闭馆舍不得走 我觉得你作为一座博物馆就是应该有这种气象 如今,故宫向民众开放的面积已达到80%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旅游爱好者喜欢来到故宫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单季祥认为,保护文物不应将文物藏起来 而是要让人们走近文物